你和你姐姐长得很像 要不要跟我回去 我也会对你像对他一样好的 你杀了我 这个男人真变态 不仅强抢民女 还将他一家五口全部杀害 但这一幕 全都被一个小乞丐目睹 日后还替他报仇血恨 乞丐名叫小鱼 和弟弟靠逃犯为生 经常被同行欺负 黄仲 小鱼一口唾沫喷向他 都是你自找的 滚出我家 狗狗 家子拔出匕首还给他 最后坏乞丐只得逃离了现场 你也滚 可小鱼丝毫不怕 他掏出唯一的梨子 想要报答救命恩人 吃果子 送你的 谁知 家子丝毫不领情 扬长而去 晚上 鸡肠碌碌的小鱼 溜进一户人家找吃的 殊不知 这户人家正在躲避丑家 特意准备了干粮 小鱼本想偷拿一个 却被这家的姑娘发现 本以为会是一阵豪大 好在姑娘人美心晒 该 就在这时 一个阴智的男人闯入 姑娘闻声进屋 却被死死勒住脖子 此人名叫李九郎 父亲是精忠权贵 但李九郎不学无术 还试杀成性 被父亲放逐到了幽州 他虐杀了这户人家的女儿后 还要过来斩草出根 小鱼躲在角落瑟瑟发抖 屋内众人 接连丧命 你和你姐姐长得很香 要不要跟我回去 此时 一只黄狗冲了出来 姑娘抄起剪刀 想要反击 结果遭了毒手 躲起来的小鱼不敢出声 但李九郎还是透过缝隙 发现了他 就在李九郎缓缓逼近时 小鱼抢先冲了出去 手下急忙追出 却撞到了喝醉的瞎子 瞎子趴在地上 大吐特吐 随后拿起刀鞘 摇晃着回家 但他一进门 就察觉不对 果然 在水缸里揪出了小鱼 这时 手下跟了进来 小鱼借助黑暗躲藏 就在手下要动手时 一声哨响制止了他们 原来 是李九郎发现了小鱼的弟弟 是他吗 你看那鞋 胖了 胖了 李九郎将他掳走 弟弟下意识吹响了哨子 小鱼急忙赶来 却亲眼看着弟弟被虐杀 小鱼失去了最后一个亲人 他发誓 要报仇血恨 隔天 他找到了瞎子 你说了这么多 到底要干什么 你能杀了他们吗 我不会杀人 小鱼拔出了他的刀 他亲眼看着瞎子 成恶扬善 你就是抓坏人的 他们那么坏 你为什么不管 瞎子根本不理他 但小鱼看到一旁的悬赏令 原来 瞎子名叫成义 他本是狼突营的都尉 却因意外 双目失明 如今 成为官府在侧的捉刀人 专帮衙门捉拿难缠的罪犯 以此换取巨额赏金 小鱼是个行动派 他立即找人 绘制了李九郎的悬赏令 第二天 大街小巷都在热议此事 这上面画的是李家九郎 还写着他杀了好几个人 写告诉的人找到了 是个女王 请他写 李九郎恼羞成怒 将众人悬赏小鱼的人头 赏金不封铃 你要不要有空不运气 但瞎子毫不理会 说他义证 颠证 还有五十散要饮 拿杀人找乐子 随后 掌柜交给他一张悬赏令 这次是一对雌雄大盗 两口子都住在船上 可能随时都会跑 所以你得快点 瞎子承诺明早出发 随后他照常回家 你说到了吗 原来 小鱼一直躲在他家中 看到瞎子回来 小鱼将悬赏令塞给他 但瞎子将其随手一抛 你干什么 如今 小鱼只有这根救命稻草了 他只能撒泼打滚 你救的吧 我都是你爱的 如果你没救我 那就是我死 小鱼不会死 瞎子一把推开房门 将小鱼丢出门外 但他是头倔驴 第二天 瞎子外出执行任务 小鱼趁机躲进了马车上 但半路上发生了意外 马车静止奔向悬崖 眼看瞎子要葬身狭骨 他及时抓住了一块石头 谁料 他突赶脚上一紧 谁 我能垫上去 瞎子只能仰天常态 他用刀鞘挑起小鱼 两人配合着向上攀登 好在两人终于上岸 但马夫已死 瞎子看不见地图 只能让小鱼带他 去执行任务 两人穿过茫茫嚎草 终于在第二天清晨赶到江边 我白十三是多少钱 说个数吧 左右都是银子 没必要拼命吧 然而 这只是白十三的缓兵之计 他的婆娘正缓缓靠近小鱼 家子凭借听声变味 灵活出击 夫妻二人合力也拿不下他 眼看丈夫落水 白七只能输死一搏 却被瞎子一刀钉死在船上 家子奴隶分辨白十三位置 正当瞎子要解决他时 他举起武器冲向瞎子 却被瞎子一刀抹了喉 完成任务后 瞎子便要返回游州 可小鱼像狗皮膏药一样 粘着他 一个月后的某天 家子照常回家 谁料 刚咽下一口烈酒 他就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摸着小鱼身上的伤口 家子动了侧隐之心 他将匕首加热 帮小鱼治疗被蛇咬伤的胳膊 可小鱼一直昏迷不醒 就在家子以为他熬不过来时 一只小手在清晨扒住了水缸 小鱼虚弱地喝着水 叫我杀人吧 自己保住 家子久久不语 小鱼无比失落 麻烦归你了 最后 虾子将他的长发割了下来 虽然他愿意留下小鱼 可并不愿意他生活在仇恨中 于是 虾子出任务时 故意留下他 但小鱼不肯乖乖就范 他将屋内的器具 全部重新摆放 虾子一回来 就摔得四脚朝天 但小鱼并未气馁 在虾子跟踪一个要饭时 他悄悄跟了过去 果然 虾子被路人扰乱了方向 本以为这次要无功而返 听到小鱼声音后 虾子锁定了要饭 两人非常默契地抓住了要饭 从此 小鱼就成了他的眼睛 只要被他们盯上的犯人 没有一个能逃脱的 两人也越来越像妇女 小小 回家了 这天晚上 虾子带着小鱼去存钱 但他刚到门口 就感受到了杀气 原来 银号遭到了打劫 他本想掉头离开 但小鱼却偷偷溜了进去 虾子也只能进去参护此事 你这是官业 你什么人 绝匪被打得眼冒金星 小鱼趁机提醒他 打斗声 引来了劫匪的头目 小鱼报上瞎子名号 让他赶快束手就擒 一个瞎子一个小孩 害他骂了个八字的捉刀人 瞎子瞬间发动 但头目也有几分真本事 瞎子杀招连出 却不能伤他分毫 更让人震惊的是 头目居然也会使火焰刀 虾子被打得狼独 随后两人被一刀劈飞 两人狂奔回家 你放的好怪 放你娘的屁 好笑吗 瞎子冷着脸告诉小鱼 头目手中有火药 火焰刀 是军营中人才会使的 小鱼不理会他的臭脸 转头给他做了一碗汤饼 拿走 我生病的时候 娘都会给我走 吃了就好了 必须吃 瞎子沉默后并未拒绝 晚上小鱼正要去马棚睡觉 在屋里找个地儿睡吧 小鱼向他吐漏了心声 两人的感情逐渐深厚 然而好景不长 瞎子向掌柜打听劫匪头目 但小鱼在酒馆拿线索时 突然碰到了自己的仇人 李九郎 谁知李九郎向他招手 小鱼又惊又惧 随手指了一个壮汉 谁料李九郎直接将壮汉刺死 小鱼坚定了报仇的决心 两人大吵一架 匣子强硬地将小鱼送上车 匣子沉默半赏 坚定地否认 但小鱼不肯放弃 他根据在酒馆拿到的线索 来到劫匪老巢 他要炸死李九郎 什么东西啊 严看被劫匪们包围 小鱼掏出火折子 要引燃炸药 跟你们借点东西试试 别打我的路 小鱼小心撤退 却还是被劫匪抓住 关键时刻 瞎子赶来 他抓起小鱼跳窗逃跑 还顺便炸了劫匪的火药库 瞎子痛骂他找死 当时我就离他这么近 瞎子明白了他心结 决定收下这个徒弟 他找来一碗鸡血 用筷子蘸上穴后 给小鱼示范如何杀人 看他脖子 你也有 以后就用这个 从此 小鱼开始给别人做标记 但他总是被当场抓住 好在他毅力惊人 出手的速度越来越快 眼看小鱼已经出师 瞎子送了他一把武器 两人还去马场看了瞎子的马 他叫死狼 小鱼问他 为何将马寄存 跟着我跑不起来 委屈他 小鱼自动飞动 第二天 瞎子出门时 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原来是劫匪认出了他们 带着李九郎的护卫赶来 你怎么知道 他是我们要找的人 我找了那个话通机令的 忍了人 护卫本想杀了小鱼 谁料 这时瞎子回来了 他呼喊小鱼巫国后 便知道 家里来了其他人 部位持刀劈向瞎子 却被瞎子轻松夺过 两人在屋内展开厮杀 护卫被瞎子折断四肢 随后又被一掌拍飞 别动 把刀放下 那你嚼死他吧 趁着劫匪们愣神 瞎子踢起地上的短刀 将护卫解决 随后一刀重伤劫匪 走吧 瞎子知道 李九郎一定不会罢休 便带着小鱼逃往长安 但小鱼只想复仇 他不愿再连累瞎子 便趁夜跑回游州 张小鱼 跟我一起来 得知小鱼回去复仇 瞎子雇了马车急忙去追 好自己逼马 别对心连也罢不了游州 关键时刻 一声马叫传来 竟是他的四郎随着马队出现 瞎子骑上快马狂奔 此时 小鱼已经溜进了李九郎的府邸 但不等李九郎行动 小鱼已经杀了 谁料 李九郎并非绣花枕头 接连躲过小鱼的攻击 小鱼一时不慎 被抓了起来 李九郎抓起五十伞 塞进小鱼口中 关键时刻 瞎子杀赖 瞎子知道他受了委屈 今天他必须逃回公道 面对楼下三百勇士 瞎子只说了一句话 瞎子一一挡板 杀了个昏天黑地 小鱼灵活躲避 紧随其后 两人杀入长廊 但追兵越来越多 他们只能跳上屋檐逃跑 然而 两人再次被包围 此时 小鱼已经脱离晕倒 瞎子将他背在身上 用剑鞘充当护盾 他一人 单挑三百士兵 仿佛回到那年的沙场 一招错骨手 一把听风刀 一招楼篮斩 瞎子刀刀致命 越杀越狠 最终 地上尸痕遍野 谁料 李九郎趁机偷袭 两人被他踹进屋内 李九郎挥刀便砍 又利用声音 扰乱瞎子 瞎子一时不察 连中竖刀 好在小鱼醒了过来 瞎子这才占据上风 但李九郎也不傻 他提刀杀向小鱼 瞎子扑向小鱼 就地一滚 但李九郎再次杀来 瞎子只能用身体挡下致命一击 小鱼死死地抱住他一条腿 瞎子趁机杀来 他快刀连出 打得对方应接不暇 随后一刀刺穿李九郎咽喉 瞎子亮腔着抱小鱼离开 这我替你抱了 你替我回家吧 瞎子倒在了学业 风雪过后 小鱼启程前往长安 他要替瞎子看一眼故乡 谁是胖胖子 我不知道啊 我真的不知道啊 这位大侠 在下 话音刚落 这位江湖浪人 就直接一刀砍飞了壮汉的头颅 紧接着 就对手无寸铁的村民痛下杀手 在这个平淡无奇的小镇上 每天大家忙完农活后 便抱着自家的大公鸡 出来逗一逗 这样的生活好不快活 然而这片宁静 却被一个名叫独孤城的江湖浪人打破 独孤城之所以来到这样的穷乡僻壤 只为找天下第一练刀大师 唐胖子 为了不连累无辜的村民 隐居在此的唐胖子 被迫占了出来 独孤城让唐胖子为自己打造一把刀 说把拿出一个装有玄铁的盒子 看到此物 唐胖子热了银矿 因为这块玄铁 是他年轻时打造的 三十年前 武林中人为了争夺天下第一的名号 拼得你死我活 大侠独孤擎天为了平息纷争 果断出手 在打败数十位顶尖高手后 独孤擎天没收了他们手中的兵器 此举总算是终止了武林杀戮 然而江湖总是纷纷扰扰 独孤擎天将售缴来的兵器 交给天下第一练刀师唐胖子 让他挤所有兵器精华 提炼了一块绝石玄铁 相传用这块玄铁 可打造一把神兵利器 可独孤擎天 却带着这件玄铁归隐山林 死后还用玄铁作为陪葬 眼前的独孤城正是独孤擎天的儿子 独孤城与淡泊名利的父亲不同 他不仅野心巨大 还想成为武林盟主 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 独孤城违背父亲医院 对同胞兄弟痛下杀手 抛开坟墓 盗取用于陪葬的玄铁 独孤城千里迢迢来找唐胖子 让他用玄铁 为自己打造一把绝食好刀 企图称霸武林 面对如此心狠手辣之人 唐胖子找各种理由拒绝 还称畅自己曾发过誓 只打造农具 不再打任何兵器 可独孤城岂会罢休 一挥手便斩杀了唐胖子 怀中的大攻击 我砍掉你一条腿 看你还晕不晕 为了活命 唐胖子被迫接过玄铁 忙活了起来 一天一夜后 唐胖子将一把绝食好刀 交给独孤城 神刀将士 水雨争锋 此时惊动整个武林 很快 各路高手得到消息找了过来 为了得到玄铁 他们打着正义的旗号 围攻独孤城 独孤城也不隐瞒 在亮出用玄铁打造的宝刀后 便运功 砍向前来寻衅的各路高手 绝世宝刀县世 如此霸气 看来跟传闻一样可怕 众人吓得连连后退 混乱之中 将一名老实人推了出来 本能地用手中的铁刀抵挡 谁知与普通铁刀相撞 竟然断裂 独孤城难以置信 正在想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突然胸口倍感刺痛 回过头来 材质被人暗算 刺了个对穿 其他人见状 一拥而上 面对围攻 独孤城 伸手一出 他的高光时刻就此终结 平静之后 唐胖子开始收拾自己的铁匠铺 不久一个半大的孩子找了过来 我想当刀客 使刀的人最威风了 杀孩子 使刀的刀客 最让人伤心了 要以我说呀 当一个使刀的厨子 倒是能让人开心 用最好的铁 给你打一把开心刀 老铁匠看似平平无奇 却是天下第一练刀士 唐胖子 这个孩子 因经常被同伴欺负 提出用一只公鸡 来换一把刀 说是要做一名 威风的刀客 唐胖子在隐退前 决定满足孩子的愿望 于是他从地上 捡起了一个 被丢弃的铁盒 还说 这才是真正的好铁 原来唐胖子 骗了恶霸独孤城 谁也想不到 真正的绝世玄铁 居然是个 毫不起眼的铁盒子 经过唐胖子的巧手 一把散发淡淡光芒的 菜刀出炉了 孩子 这把开心刀 送给你了 就这样 武林质宝 玄铁 竟成为菜刀 孩子接受了唐胖子的提议 长大后做了厨子 因刀工了得 厨艺精湛 成为一代名厨 外号八大产 还开了一间 大名鼎鼎的酒楼 生意特别火爆 想来品尝的时刻 络绎不绝 然而人怕出名 猪怕状 这天酒楼里 来了几名气势凶凶的 带刀侍卫 见人就答 点名要见八大产 原来御前大宗馆 刘公公 八月十五将游历至此 他也想尝尝 八大产的八道名菜 在一般人看来 这是个出名的好机会 可八大产却急得直跺脚 原来这个刘公公 行事挑剔残暴 娇奢盈益 吃喝烧不顺口 厨子就得掉脑袋 死在他手下的厨子 已有数十位 八大产 心知大火临头 唯一的遗憾 便是担心手艺失传 八大产决定 让徒弟鄙视厨艺 从中选一个最有天赋的 继承自己的手艺 隔天比赛中 徒弟们卖力表现 不料其中 有星属不正之人 一边做菜 一边明争暗斗 小徒弟最老实 先是锅铲不见 后是活虾变死虾 很快到了品菜的时间 几个徒弟都端上 自己的拿手好菜 可八大产一个也没选中 直到小徒弟端来的 好一碗虾汤 八大产尝过后 直夸美味 然而虾汤里却没有虾 就连八大产也觉得奇怪 便让小徒弟当众再做一碗 不料 小徒弟却急哭了 原来这碗虾汤 是杂贡哑巴帮忙做的 美食比赛居然公然作弊 就当两人即将被赶出去时 八大产替两人求情 虽然不至于流落街头 但罚两人去修猫房 期间 小徒弟一边干活 一边埋怨 报仇 当天深夜 酒楼无故失火 住在集体宿舍的众人 逃到外面 只有师傅八大产 被困在火海中 平日里对师傅 鳄鱼奉承的徒弟们 竟无一人敢去救 哑巴机灵 踢着淋了水的被子 冲进火海 救出八大产 死里逃生的八大产 受哑巴为关门弟子 决定将独门绝技 八大碗传授给他 你知道吗 除了那些飞檐走壁 挥刀弄枪的武林高手 能将刀法耍得 心灵流水的还有厨子 俗话说 厨艺高地 全掌刀工 八大产首先 叫哑巴刀法 其他人趴在窗户边 看热闹 结果大失所望 众人一红而散 殊不知 八大产的刀法 已是出神入化 学好刀法 那就是做菜 对于自己的八道名菜 八大产倾囊相受 最难的是第八道菜 八仙过海 此菜讲究的是眼疾手快 当菜品上桌时 鱼儿不知已死 还在烫水中游动 此菜味道出奇的鲜美 很多人曾经想要偷学 却无法做到 对于关门弟子哑巴 八大产极其信任 告诉他其中的窍门 原来八大产异于常人 是因为有一把玄铁菜刀 此刀锋利无比 可销铜堕铁 乃是天下第一刀士 唐胖子所赠 亚巴天赋一饼 一个月后 尽得八大产真传 这天 亚巴给师傅八大产 做了八道菜 八大产在品尝时 突然鼻孔流血 菜中之毒 无色无味 看来你也是一个 下毒的高手 八大产心知菜里有毒 可还是吃了 亚巴徒弟居然开口回话了 原来他并非亚巴 还背负着一段血海深仇 亚巴的父亲 也是一名厨子 十五年前 亚巴的父亲被赵景公 为刘公公做菜 其料一根鱼刺 卡到刘公公 一怒之下 将其满门抄斩 只有亚巴一人逃过此劫 亚巴心知刘公公贪恋美食 菜出他肯定会来此处 于是 混入酒楼当杂工 比赛时将小徒弟 做菜的龙虾给堵死 趁机接近他 展示自己的虾汤 就连那把大火 也是他放的 挨上眼苦肉计 去救八大铲 他做这些 只为得到八大铲的 玄铁菜刀 首刃刘公公 替父报仇 亚巴之所以对八大铲 痛下毒手 只为代替他 借警刘公公 八大铲得知真相后 并没有怪他 还劝他放下仇恨 但他并不是一把杀人之刀 八大铲告诉亚巴 玄铁菜刀的来历后 便毒发生亡 然而亚巴却执迷不悟 还接替了八大铲的位置 那么亚巴可以顺利报仇吗 他的仇人 刘公公 究竟有多可怕 眼前这个白须白面 体态风鱼之人 正是权倾朝野的刘公公 他到哪里 身边都有数百侍卫 侍卫仅仅因为打了一个喷嚏 就被刘公公残忍杀害 这便是刘公公 他生性暴力乖张 心狠手辣 除了权力 刘公公没有太多的爱好 唯独对美食情有独钟 听说八大铲做的菜最好吃 刘公公寻游路过 也想来尝尝先 刘公公手下奉命 赶到酒楼安排 谁知八大铲已经归西 眼看众人就要惨遭毒手 小徒弟告诉他们 亚巴会做八道名菜 就这样 亚巴得到为刘公公做菜的机会 殊不知 亚巴是为了报仇血恨 就连恩师八大铲 也被他毒害 然而暗杀刘公公 弹劾容易 为了防止带兵器入内 做菜前 侍卫要检查全身 就连头发也不例外 确定没带兵器 便开始做菜 此刻的亚巴拿到了玄铁菜刀 却没有机会下手 因为离刘公公太远 再者 身边站满了带刀侍卫 亚巴只得先做菜 找机会下手 一色青山 二分阴阳 三寸春星 四海一家 五月飞雪 六朝金粉 七星班月 连上七道菜 刘公公直呼满意 第八道菜 名为八仙过海 这是亚巴最后的机会了 于是特意邀请刘公公 上前观赏 亚巴打算在刘公公 靠近自己时 用玄铁菜刀下手 这样一来 他也有胜算的机会 一向挑剔的刘公公 竟然同意了 亚巴刚要举起玄铁菜刀 不料尴尬的事发生了 刘公公突然内急 想去茅房 手下立马扶他去 失去机会 亚巴心里空落落的 殊不知 刘公公因体态过于风雨 居然摔了下去 大公公掉粪坑了 侍卫们赶紧冲过去 还发誓 就算是性命不保 也要救刘公公出茅房 一名侍卫想用兵器 将刘公公拉上来 亚巴本打算与刘公公同窥于尽 他做梦也没想到 仇人竟会是这种司法 大仇得报的亚巴 心里却没那么高兴 回想起自己处心积虑 毒害恩施的那一幕 亚巴悔恨交加 颓废不堪的他 抱着玄铁菜刀流落街头 竟然沦为了乞丐 这天 亚巴在破庙里躲鱼 看到对面石石缝中 卡住了一个男人 亚巴顺手抄起玄铁菜刀 披向石石 瞬间石石一分为二 天底下竟然有如此锋利的菜刀 男人不但不感激 反而抢走了亚巴手中的玄铁菜刀 此人名叫少三两 长得榜大腰圆 浓眉大眼 他本是一名屠夫 每次卖肉时总是缺精少两 因此攒下了不少铜钱 家中挂满了猪大肠 里面塞满了铜钱 这天 少三两穿上新衣 推着一车铜钱 打算去万花楼 少三两穿新衣 难道今天要取 得知少三两想取万花楼的媚娘 发小将她拦下 可少三两铁了心要去 话说这媚娘仍如其名 不愧是万花楼的头牌 让无数男人为其倾倒 那日少三两路过万花楼 正巧媚娘推开窗户透气 紧紧一眼便一见钟情 此后 少三两便开始不停地攒钱 就当少三两以为攒够了钱 能替媚娘赎身时 便兴高采烈地来到万花楼 男子要找 娘 找娘啊 回家找去 寒酸的衣服 独特的气质 让少三两受到万花楼老板的嘲笑 少三两本想用一车铜钱 找回面子 谁知这点钱 连见媚娘一面都不够 老板狗眼看人低 你看谁家的姑娘 喜欢吃猪肉 正好跟你配偿一对 赶紧滚蛋 就在这时 恶霸一刀仙闯了进来 他也是来找媚娘的 一刀仙刀法精湛 出刀便抢走了 少三两所有积蓄 还大摇大摆地上了楼 回家后 少三两怒火中烧 想想 平日里他也是白刀子静 红刀子出 让人心生畏惧 夺妻之恨 不拱待天 少三两磨好自己的杀猪道 打算寻到万花楼 决战一刀仙 结果可想而知 少三两一招也不够打 就被一刀仙狠狠踩在脚下 少三两 请你在这 一刀仙大爷 刀法好 一眼就过去 大爷 你要不就把他当个屁 放了吧 万花楼老板也想稀释宁人 在几人的劝说下 一刀仙同意放过少三两 一刀仙用刀 在少三两的肚子上 画了一个猪头图案 这一幕正巧被媚娘看到 少三两被一刀仙当众羞辱 受尽嘲笑 心如死灰的少三两 无脸再见媚娘 一时想不通 来到破庙寻短见 应语太大 脚下一滑 少三两被卡在了石石缝里 进退两难 很是难受 哑巴见状 仗义相救 本想劝少三两放下执念 可少三两 抢过玄铁菜刀就跑 再次冲进万花楼 打算一雪牵持 饱刀在手的少三两 情绪激动 一阵乱挥 鼓乱叫嚣 扬言要将一刀仙的身上 画满猪头 万花楼老板见多识广 劝少三两回家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丢人现眼是不是你的夜运爱好 还拿把破菜刀 少三两怒了 举起玄铁菜刀 说是要找回面子 这时 门外传来马蹄声 原来是恶霸 一刀仙回来了 所有人都看不起少三两 不料他却将一刀仙的坐骑 一分为二 就连一刀仙 也因坠马倒地不起 然而事情 并没有这么快结束 一刀仙很快便清醒 紧接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追着少三两就打 面对追击少三两只得疯狂逃窜 混乱之中 一刀仙被散落的烈酒淋了一身 对此 怒不渴的他并没有在意 两人你追我赶 少三两无意之中扔出灯笼 一刀仙引火上身 无处可逃 就这样恶霸一刀仙 消失在火海之中 少三两终于得到了解脱 还成为万花楼的大恩人 老板为了感激 好吃好喝地招待着 所有姑娘们都对他毕恭毕敬 就连妹娘也对他另眼相看 还当众为他表演了一段歌舞 少三两自以为走上人生巅峰 得意忘本 仗着手中的玄铁菜刀 竟然强占了万花楼 也不管妹娘答不答应 就逼迫他与自己澄清 还让老板在婚礼上铺满桃花 因为妹娘最喜欢桃花 很明显 少三两成为了下一个一刀仙 很快就到了大婚址 少三两得意洋洋时 现场来了一名书生 此人是妹娘的青梅竹马 五年前 妹娘因父母双亡 被迈入青楼 与书生天隔一方 书生经历千辛万苦找到妹娘 两人约定远走高飞 不料计划被恶霸一刀仙打乱 如今听说一刀仙已死 书生便赶来接妹娘 妹娘向少三两解释 事情的来龙去脉 桃花为盟 竹笛为幸 妹娘决定跟书生远走天涯 此刻少三两也知道自己是备胎 随后当舔狗 劝说挽留 少三两 你是一个好人 少三两不愿成全 手持玄铁菜刀 想要拦下两人 谁知 妹娘却拿出一把一模一样的菜刀 还说自己 亲手将她的宝刀掉包 少三两没有多想丢下菜刀 想要与书生拼命 一番扭打 少三两抢到菜刀 就当她准备一刀送走书生时 手中菜刀 却被妹娘砍断 其实真道一直在你手里 其实真道一直在少三两手中 妹娘因为担心少三两不会放过两人 便谎称掉了包 少三两分不清真假 丢了真刀去夺假刀 得知中了计 少三两冲过来 想要夺回菜刀 不料妹娘小手一挥 便斩断了她头顶的辫子 少三两害怕 吓得贪软在地 只能眼睁睁地任由两人离开 而妹娘和书生则过上了潇洒自由的日子 两人将玄铁菜刀扔下了悬崖 老子是东山狼屠营成语 在东静关跟你有过一面之缘 来不是盘关系的 你可知要娶你女儿的那个宇文英 是个什么货子 像你这种人 我在战场上不知道杀过多少 你和他们没什么不一样 食不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 你敢相信吗 眼前这个满身风霜的瞎子 曾经是狼屠营的王牌战士 一把听风刀 一把楼兰斩 听见一身血性 杀得敌人闻风丧胆 这天 洛阳赌访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一个瞎子 居然赢下大把银子 赌场管师再也按捺不住 我们来赌个大的如何 赢了桌上的钱分贝 输了 得留下你这种手 瞎子爽快答应 然而 管师却包藏祸心 欺负瞎子眼盲 将棋子换成白色 管师得意大笑 让瞎子留下手臂 赶紧滚蛋 你们就欺负我这个瞎子 在这里我是装警 我说了 谁料 方主突然出现 方主名叫贺秋风 本是宇文家的走狗 但他却笑嘻嘻地放走了瞎子 瞎子也不客气 麻利地收拾好银钱 便转身离开 雨夜中 瞎子举着油纸伞 举取独行 他虽眼盲 但心却不盲 余生中 夹杂着树骨杀气 果不其然 杀手纷纷现身 竟是赌方方主 带人追了 但瞎子以身为耳 等的就是这一刻 天黑路险 雨夜好杀人 瞎子听声便味 一招分金错骨手 将一众杀手 打得筋脉寸断 方主下的当场呆滞 瞎子这才说出此些目的 原来 瞎子本名成义 早几年 中原兵货不断 他曾效命于军部 在战场上威名远播 被敌人称为温神 后来 他意外失明 人们便称他为成瞎子 为了治好眼睛 他成了刑部在侧的捉刀人 帮衙门缔拿法外之徒 领取巨额赏金 凭借绝世武功 他的养老生活 本该悠闲自在 然而 一个月前的意外 让他下决心 重出江湖 那天 他抓了一个纵火饭 在去衙门上郊的路上 忽然闻到农家小院里 酒香阵阵 自从失明后 他对一切都漠不关心 只有美酒 能使他驻足 去 给我把酒壶装满 这酒不卖的 我今天成亲 给宾客预备的 原来 姑娘名叫尼燕 她酿得一手好酒 今天是她的大喜之日 看着城瞎子即将离去 尼燕热情好客 出言挽留 要是想喝两口 就多留一会儿吧 喜酒管够 不要钱 城瞎子时爱美酒 便应邀留下 但他也不是无赖之徒 拿出几瓶银子 算作礼金 还让尼燕顺手给他喂马 很快 金郎习气洋洋的赶来 村民们热情祝福 院子里充满欢声笑语 城瞎子却只顾闷头喝酒 这时 一个壮汉突然赶到 院内瞬间鸭雀无声 但尼燕却欣喜万分 原来 他是尼燕的哥哥尼军 一个臭名昭著的恶霸 阿兄 从今往后 燕子交给我吧 兵客们看到这个不速之客 纷纷找借口离开 只有城瞎子 雷打不动 尼军不想让外人 打扰他们兄妹团聚 便想吓走城瞎子 你怎么不管 没听他们说我是个下三滥 在外头干的就是些 见不得人的狗呢 你这刀魔太快了 容易伤着自己 尼军瞬间就懵了 但城瞎子没打算计较 拿着酒壶 慌慌悠悠地去了马厩 江湖漂泊多年 陪伴他的只有一匹老马 城瞎子将酒分给他 就是好酒 喜鹊跟我们两个无关 殊不知喜事即将变成丧事 城瞎子晕乎乎地睡去 然而半夜一到闪电 惊醒了瞎子 他先是戳了戳逃犯 确定对方没有逃跑后 便要齐身赶路 知了闻到空气中 弥漫着血腥味 他立刻察觉不妙 赶忙往院子里跑 院子里躺着两具尸体 他摸了摸 发现一个是尼军 担心新娘遭遇不测 他急忙往屋子里找 黑暗中 尼雁堂在桌子上 一动不动 他衣衫凌乱 满脸泪痕 原来两个时辰前 一群人突然闯进小院 领头的人 正是独方方主 贺秋风 但他并不是最大的boss 那些事情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 只有死人 咱什么都不会说 此人正是洛阳最大的地下帮派 宇文家的二当家 宇文英 他勾搭上了郭将军的女儿 三小姐 但三小姐娇声惯养 开口要天上的星星 宇文英便动了歪心思 让手下去绝木挖宝 用墓中的夜明珠 来讨三小姐欢心 事后 宇文英担心事情败露 便下令将知情人员 全部灭口 宇文英 已经侥幸逃过一死 然而 逃得了和尚 逃不了庙 宇文家还是追了过来 就在手下要对宁燕动手时 新郎冲了出来 他到底是一方恶霸 轻松制服了数名打手 眼看手下不中用 宇文英示意 杀手上前 杀手一个飞踢 踩翻尼军 还用铁钩 将他死死锁住 尼军当凶重剑 痛苦死去 了解真相后 成瞎子帮你演正骨 你没被掐死 是脖子硬 人格有名 你比他们名大 监管了生死的成瞎子 并不打算插手 第二天一早 他就带着逃犯 来县衙领取赏金 本来 一切可以就此结束 但在离开前 他却鬼使神差地提了一句 对了 成心脉就在全家 让人当狗仔了 是不是归你管 骨头带着差役去查看 但看到弓箭上的宇文二字 他不禁眉头惊索 你咋 哭了你了 什么事 去洛阳传 人呢 我先替你葬了 这事就算了吧 宇文家全是滔天 他区区一个骨头 根本管不了 尼雁当场崩溃 他只想要一个公道 见骨头当真不管 尼雁起身就要离开 他要去洛阳告官 然而骨头居然颠倒黑白 你大婚之日 尼君带着来闹事 你夫君李武郎 因护你而亡 你出于不分 手扔了你兄长 骨头在当地颇有名望 他说什么 百姓都信 就在他们即将把尼雁 送入大牢时 城下子却将他们拦下 你我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已经高惨了 你必要再回来 可是骨头充耳不闻 城下子只能动用武力 作为最顶尖的捉刀人 城下子一身武艺 非同反响 尤其是那招分金错骨手 瞬间让差役 失去战斗力 尼雁见他如此厉害 请求他帮自己报仇 他愿意奉上全部家当 但城下子一口拒绝 杀人是跟官府对着干 他是捉刀人 不是杀手 尼雁只能求他 带自己去洛阳 跟我没关系 带上我吧 我就想要个公道 城下子终究还是心软了 两人一马日夜兼程 终于来到了洛阳 城下子告诉他深渊的方法 临别之际 尼雁将自己酿的最后一壶酒送给了他 随后便消失在人群之中 离开喧闹的人群后 城下子便去寻找固友 他来到一间乐坊 秦娘推门而入 看到门口的拐杖 他不禁面露喜色 秦娘贴心地打湿毛巾 城下子自然地伸手接过 两人彼此间宛若老夫妻一般 随后互相交换信息 多年来 秦娘一直帮他收集逃犯信息 这次他又接到了新订单 撑上这笔 你只眼睛的钱就够了 最后一单了 城下子刚要离开 谁料一个壮汉叫嚷着进来 原来他是宇文家的打手 今日被一个姑娘所伤 宇文兄给郭三小姐纳征 多重要的场合啊 一个不留神 跑进来个娘们 谁知道他是宇文英哪里接的院家 郭将军以为是宇文英的风流寨 便让他先将人关押 日后再处理此事 然而宇文英心狠手辣 让手下贺秋风去折磨尼燕 城下子没想到 尼燕扬入虎口 他将事情原委告知秦娘 下子这事你别管 秦娘久居洛阳 他清除宇文家的势力 城下子势单力薄 对抗不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你说这些跟杀人偿命有什么关系 杀一个人要偿命 杀一万个人就不用了 然而城下子心意已决 他找上了洛阳赌方 引出宇文家的走狗贺秋风 这才逼问出宁燕下落 死人法 地如其名 那是曾经用来停放尸体的地方 如今被宇文家的杀手占据 舌里充斥着呛人的血腥味 让城下子的战斗力大大下降 杀手手持铁钩 发动袭击 城下子只能被动防守 在气味的干扰下 他被打得节节败退 好在他野战经验丰富 城下子拔开酒壶 一口酒喷向对方 在酒气的引导下 城下子终于锁定了杀手的位置 解决完杀手 城下子四下摸索 回到乐坊后 城下子将尼燕交给秦娘 让两人赶紧离开洛阳 秦娘也经历过大风大浪 人杀就杀了 但他不能去以卵击石 天下不公之事实在太多 秦娘的血早就冷了 但城下子却不肯罢休 杀人偿命 天经地义 这公道由他来给 他再次逼问贺秋风 看着城下子手中的钢丝 贺秋风瞬间认怂 将宇文英盗墓挖宝一事 全部交代 城下子这才得知原委 他询问郭将军住处 但宇文英也发现了宁燕失踪 他急忙去寻贺秋风 得知城下子带走了他 宇文英便赶到秦娘处 宇文英兵分两路 一边全程搜索成瞎子 一边派人追杀秦娘 此刻秦娘就醒泥眼 宇文家的人很快就会追杀 一直往南走 不要回头 作为城瞎子的知己 秦娘绝不会苟且偷生 但在返回途中 他还是被宇文英手下捕获 在这个无耻之徒的折磨下 秦娘透露了瞎子的过往 正是那场惨烈的战斗 让他和城瞎子相识 宇文英嗤之以鼻 一个瞎眼老兵而已 还一见通死了秦娘 这时城瞎子还不知秦娘遇险 他去明月楼找郭将军 我找东家 我就是东家 我找他们的东家 眼看被人打上门来 士兵也不再干饭 他们选择群殴这个狂徒 然而城瞎子赤手空拳 揍翻了一个营的士兵 老子是东山狼屠营成义 在东静关跟你有过一面之缘 来不是攀关系的 你可知要娶你女儿的那个宇文英 是个什么货子 然而城瞎子无凭无据 郭将军自然不肯轻信 城瞎子不愿多言 人他杀定了 通穴未必来风 为了女儿 郭将军直接退亲 将军有令退亲 将军彻底处复 赏你的 宇文加巴结郭将军的计划失败 宇文英因此被兄长痛走 谁料他凶残万分 竟然直接杀死了清兄长 为了报复城瞎子 他将秦娘的尸体游街示众 得知消息的城瞎子怒气冲天 伴随着冲天的杀意 紧闭多年的双眼 缓缓打开 他穿上昔日的战甲 孤身一人 闯入宇文加 宇文加护卫 如临大敌 众人拔出利刃 一拥而上 城瞎子游刃有余 凭借一把听风刀 瞬间 将院子里的人 杀得血流成河 眼看形势不妙 余下的护卫 决定联手对抗 城瞎子凭借听声辩位 抛出酒壶 一刀将其劈成凉拌 随着酒夜的泼洒 城瞎子用刀 在葫芦上搓出火花 一招烈火楼兰斩 瞬间将护卫斩杀殆尽 城瞎子玩出剑花 挥灭烈焰 一步一步逼近灵堂 这时 一个女杀手从天而降 她手持双剑 攻势威猛 但城瞎子 久经沙场 竟战无敌 几个回合下来 女杀手很快陷入烈室 谁知鸣枪一躲 暗箭难防 黑暗中 袭来一只冷箭 城瞎子不慎被剑命中 她迅速抓起女杀手 当肉盾 然而 宇文英冷酷无情 她从不把手下当人看 又是一只透骨冷箭射来 直接击穿女杀手 伤到了城瞎子 宇文英欺负她眼盲 不断变换位置 放出冷箭 城瞎子虽有盖世神功 但战事难防射手 她接连重剑 身负重伤 城瞎子拼尽全力 打出一根透骨剑 见她已是强弩之功 宇文英这才放心现身 小子 还玩吗 是下地狱 我是一定会下地狱的 我也得带上他 城瞎子一刀 费了她脚筋 宇文英痛苦地爬走 她挣扎着起身 然而 城瞎子凭借血腥器 锁定了她 一脚便将她踹出门外 寒风刺骨 宇文英还想挣扎 在漫天大雪中 城瞎子一刀刺死了这个豺狼 而她的老马 也等候多时 你来了 城瞎子踉跄着走向老马 时隔多年 她又一次在战场上 大获全胜 此时的宁言 正在尸声痛哭 她决定重新酿酒 知了服役去 深藏公语名 城瞎子再次踏入江湖 专管世间不公事